大家好,我是Horace,很多人都叫我H 我是HonKongKicks.com的版主 2002年,香港是沒有球鞋網站 即是有球鞋的Lews Group Lews Group,大家都不知道是甚麼 你當作是一個再老舊的年燈 即是討論區,但是用Outlook來開 不是沒有網頁 它的缺點是,每30天就會自動刪除帖文 當時,香港也會有一群人在那裡聊天 然後提出,既然30天就會刪除帖文 不如我們有這麼多人,每人夾錢去搞網站 所以在2003年,我們有12人夾了三個水 就開始做HonKicks 這就搞了20年,直到今時今日 我們只是以鞋匯友 簡單就是分享大家球鞋的消息 另外,最大的就是做一個群組訂 因為當時,我們沒有那麼多海外網購 當時,整群人都合同一張訂 有些美國網友,他們會幫我們買東西 例如在美國的Food Locker 或者在美國的不同品牌 幫我們買東西,然後運回來香港 我們可以分享運費,分享錢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所有品牌的資訊都會去講 其實很久很久之前,它只是出緊身衣服的年代 我想是,那時還沒有鞋子 那時給我們印象就是 Anama很貴,很難買 因為那時香港還沒有可以買 那時就記了一個標誌 初時我還以為那個標誌是H字 原來是UA組成出來的 之後它開始有出鞋子 出第一隊籃球鞋 我還有第一隊籃球鞋 那時攻陸隊的Brandon Jennings 他第一個NVA的籃球員 之後也有穿他的籃球鞋 有一隊出得很高的 好像一隊水波一樣 我也有買 因為它的產品,你會發覺它跟市面上 其他產品,它的設計是比較破格的 最重要是什麼?以Sneakerhead來說 難買 難買 會令你有一個動力想去嘗試儲 其他人沒有穿 那你穿上腳就覺得自己很聰明 之後NVA的世代 就隨著勇士隊崛起 就開始你會看到有一個Stephan Curry 其實我認識Stephan Curry 是因為他是Dell Curry的兒子 他剛出來的時候也不是那麼厲害 而且大家的理解就是他是玻璃腳 之後就開始轉來Anama 而他又開始越打越好 開始有董貴軍 而且開始有他的名牌 我三藩市的朋友說他一出一雙鞋 整個三藩市是一天之內會全部補 開始就想不如去了解一下 或者他可以試試去買 那時候一、二代其實一、二、三都很難買 你要去美國搞 譬如那兩對MVPAC 你要去Foodlocker 去豆快禁 又或者是要去Ebay食炒 其實那時候已經開始是一個三分 其實現在也是 在一個三分球的時代 在一個小球的時代的出現 大家會看到去街場 或者你去打C-Lit 越來越多人是三分球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是三分球 我們覺得三分球不博 就是很難入 但現在你會有人去研究 怎樣推那個球 會純粹的1.5Motion 因為他們覺得做得到 譬如大力入樽 罰球線起跳 他們搞不定 但射球是能夠練到的 所以越來越多人會迷他 以及整個籃球的風氣 都變成一個以中場距離 為一個目標的打法 連戴他的球鞋 因為都是這樣 我們每個世代都會有一個偶像 而現在那個籃球的偶像就是他 就是Stanford Currie 其實不止整三分 你覺得Currie Brand的精神 就是他很堅持是underdog 他覺得自己是underdog 打上來 因為他之前連NCA獎學金都沒有 他之前代言的品牌連分現形 都幫他搞 他一直覺得自己是underdog 他只是星二代 但他是一個沒有人看起 他會打得到的星二代 之前的人就說他是Dell Currie的兒子 他是玻璃腳 他是NCA一級的大俠 都不會收他的人 但他一直打到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他是誰 跟Anama一樣 都是一做underdog 他不是一開始就爆出來 他也是一直打上來 令到越來越多人穿他的牌子 很老實地說 在Flo之前 即是八代之前 其實我經常都會在網上說 其實是硬了我的命 某些人會喜歡 但我不喜歡 我純粹是 因為是Stephan Curry的鞋子 以及因為我兒子喜歡Stephan Curry 所以我會買 但到了八代之後 轉了Flo之後 就真的好穿 正如我之前 我在社交網站也有說過 他可能是那一年 我覺得頭三對最好的一雙鞋 即是八九十 他一來他適合我的腳型 他適合我的腳型 另外他的彈性和軟度 我覺得是我喜歡那種 這裡是Curry 1、Curry 2 其實這雙鞋子是一排出的 他叫做MVP Pack Back to Back MVP Pack 是2016年出的 他兩雙鞋也一排出的 因為他當時拿了兩年的MVP 這雙鞋子是他之前那一年 去打總決賽時穿的 我們稱為PE 就是Pay as Exclusive 本身只是出給他穿的 但之後就連同這雙鞋子 就出出來 因為當年香港是沒有的 是在Flocker 鬥快按按回來的 我記得是400元美金 所以其實是很貴 他為何稱為2974 就是因為他穿著這雙鞋子 打破NBA 歷代三分球的記錄 就是2974球 就是打破了Ray Allen 的記錄 所以他寫著2974 不是 這裡是2974 亦是全球發行2974雙鞋子 每一雙鞋子有一個編號 我買的方法就是 和大家一樣 都是快按 所以我就按到14號 因為我買最大的14號 好 接著就介紹這雙鞋子 叫做B-ZERO 其實是一個複線 即是比較便宜的版本 第一介紹它 就是因為它有Step Currier的簽名 即是當年Step Currier 就和勇士隊來打NBA中國賽 那來打NBA中國賽 那時候 Anama的同事 即是上海的同事 就跟我說 我可以安排你兒子 跟Step Currier 拍照 因為他當時是想著深圳會有Event 因為那時候是打深圳 和上海兩個站的 誰知最後深圳站的Event 是全部取消的 全部搬到上海上 Anama的同事就知道我兒子很失望 我寄回Step Currier 簽名的鞋子給你 然後送了一雙簽名的鞋子 現在一直都放在我兒子街 這個球是Step Currier 簽名的球 是之前他在中國之旅簽名的 Step Currier 現在都三十多歲 其實他打得都未必會打很多年 最多就打到四十歲 其實我覺得整個品牌需要的東西 首先對鞋要好著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就是他要找到一些人 去代表著他的精神 或者那樣東西 即他不是再是一個人去持有品牌 而是要一班人 找一些人去持有 要找一些新一批的人去 不是取代他 而是去承繼他的精神 繼續打下去 當然最重要是對鞋一定要舒服 如果實戰的籃球 最重要是要舒服 如果他是對鞋不舒服 說真的你是誰去代言都是要死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